走出爐 敏捷度由TACO獲勝 而柔軟動物是TACO與BABY獲勝 彈跳力是由BABY獲勝 實驗結果證實 腰瘦的女生的確行動力 比腰瘦的女生來得好 所以女生們一起來動腰吧 從未看過台灣情有 最小的今世世界紀錄作品 看來這是熊貓 熊貓 打在真狠裡面 它就是短短跟圓圓 它尺寸只有0.07公分 搞得到嗎 你 有 有 萬里長城 有看到 你 有沒有 就會在那邊滑倒 真的 再來我們要介紹這個最小 可能讓我們的蔡阿公 比較費力一點啦 是不是 這個最小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最小的鑰匙嗎 今天介紹的 目前是全台灣之生最輕 最小的BABY 好 我們先考一下 我們的特別來賓 你們對於出生的BABY 大概多重 然後你猜看看 他出生有多重 立文 一般好像都三千左右吧 兩 三 七千 六 三 四千 差不多 所以你猜他 分到哪一圈 那我猜他兩千 兩千 大一千八 一千八 小小兵你猜 我不得成交稅制 好 沒關係 他去找你了 對 請問一下良兄 沒有 可是那個好像低於 他剛剛說 大概一般正常兩千多 三千多 好像低於的話 可能就要進保溫箱了 對不對 對 你猜大概是他出生 大概 六百克 六百 六百 六百已經很誇張了 對不對 阿公你來公布一下 他出生的時候是幾克 他出生的體重是 是我們家小龍的十分之一 所以大概只有這麼大嗎 手掌 27公分 通常出生小孩大概四五十公分 所以他只有27 像我這樣子 不是 你說他像你手一樣小小的 27公分 所以那時候他應該是住保溫箱了 他住保溫箱 三至五個月也有兩天 五個月也有兩天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那如果連餵食他的話 是不是都要用比較特別的 對 他的管線都要特別定著 特別細 對 特別細 一般醫院的管都不能用 哇 很辛苦 一條管就要2700 我的天啊 所以他現在長到現在這樣 是幾歲了 再一個多月就四十歲了 蔡常仁已經四歲了 他當初剛出生是395克 27公分 這麼迷你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這個 如何長大的好不好 來看一下 2007年6月 台灣最小的早產兒 在媽媽肚子裡 等不及足月 就趕著到人事間報到 在母親肚子裡 只待了二十四周的早產兒 蔡常仁 出生時 體重只有395公克 身長也只有27公分 就像一個成年人的前臂大小 又如葡萄柚般 因此醫護人員稱他為 小豆豆 六個月大的小豆豆 器官都還沒有發育完全 出生後的每一天 他都在與生命拔河 蔡媽媽一起看到 小豆豆的第一眼 心中百感交集 那時候我開完刀第二天的時候 我就下床 然後就麻煩我先生 推著輪眼去看他 因為我知道他真的很小 然後我又怕他說 可能會看不到他 所以我下去看的時候 看他全身擦滿管子 眼淚馬上就掉下來了 因為一個很小很小的身軀 然後幾乎眼睛遮著 幾乎全身都是管子 然後我只是會覺得說 怎麼他不在我肚子裡 多帶一口 對 然後可是也真的沒辦法 所以只好讓他出來 但是讓我覺得是 他的活動力真的很好 我一去看他的時候 我跟他講話 他就會給我 就是會有相對的反應給我 所以我就一直 剛開始我不放棄 一直在那邊就是 鼓勵他 叫他要堅強 出生後的一個月內 小豆豆歷經了腸胃道大出血 電解質不平衡等等的難關 也一度因為失血過多 而瀕臨離開人世的險境 他第一次病危通知 是在生完他 因為我是下午1點46分生他 然後在凌晨半夜2點多的時候 因為我的病房 剛好在護理站前面 然後我就聽到護理站的電話說 幾號床的 請幾號床的家長下去這樣 然後我一聽到 我就跟我先生講說 如果弟弟他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就不要勉強 因為他這樣他會很辛苦 他會很累也會很痛 歷經了156天的生死交關 和無數次的手術之後 小豆豆終於渡過了難關 看到小豆豆一點一滴地長大 一直陪伴著他的醫護人員們 心中也感到無比的欣慰 我還是覺得他是一個生命 很溫柔的小孩子 我希望他就像爺爺當初取這個名字 常人 能夠像正常的人 健健康康的長大 出院時 已經有2855公克的小豆豆 在家人與醫護人員的 謝心照顧下 靠著自己堅韌的生命力 一次次度過了難關 現在他會說話了 會走路了 這一步步雖然踏得艱辛 但是這位台灣最小的走場兒 用無比的勇氣與任性 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 生命的美好與喜悅 現在看到蔡長仁在棚裡面 跑來跑去 阿公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很好 我想問一下媽媽 剛剛講到兩次 可能都是有一點危機 然後可能不能再存活下去 那時候你也在醫院 要一起做決定嗎 因為還是尊重他們父母 當然我是不會放棄的 不過其實真的像 因為早產的話 可能會有很多其他相關的問題 但現在好像阿公說 大致都穩定了 對 應該他很幸運 在醫院五個月又兩天 沒有什麼感染 幾乎不像一般早產老一會 在醫院有感染 他都不曾感染過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問父母 甚至比如訪問藝人 如果生小孩就會說 你有沒有希望他以後怎麼樣 我們要不要大夫大貴什麼 其實你知道 當我們面對生命的誕生的時候 你開始知道那一切都是那麼奧妙 你說他出來只有27公分 你知道當我們去造第一個超音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大概兩公分的小東西 在這樣子動 然後慢慢有手跟腳這樣 這樣在動的時候 就這麼一丁點 你就開始覺得說生命很奧妙 然後你什麼都不要 你只要他健康 對不對 阿公 是不是 你根本都不想說什麼 以後什麼多大成就不用 他健康就好 所以其實像他現在 他已經跟小兵兩個玩起來 他很喜歡跟小朋友玩 喜歡跟小朋友玩 他會自己去找小朋友 會去抱人家 他很熱情我發現 他剛剛也一直牽我的手 所以阿公其實 比如說在那個 最難決定的是什麼 比如說這一路走來的話 錢也花不少吧 因為醫療費 還好啦 現在是健保錢人無單 健保有給付 只是自己負擔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那個心力交瘁的感覺 就是你要期待他 你自己也不確定說 他下一秒會不會活下來 當然就是要對自己有信心 你也不能說自己都沒有信心 那小孩子怎麼會有信心 所以他常常在跟你是不是 大部分是跟阿公是不是 他吃宴以後我帶他兩年 帶他兩年 那半夜也是你起來餵奶 對 我是24小時 千人無休的 你知道帶小孩多辛苦嗎 給阿公掌聲鼓勵 但我覺得常人長大 一定會覺得非常感激 阿公的愛 這點很重要 也祝福你們 祝福你們身體健康 謝謝常人 謝謝 謝謝 好迷你袖珍十萬 梁克群竟然想訂座送給 這下一個造價要多少錢 神乎其技的疊骰子 要搖動小小的骰子 卻要費相當大的力氣 袖珍博物館中的袖珍工藝 尺寸超迷你 卻相當費眼力與手力 今天節目中 將會有什麼讓人 費盡力氣的小東西呢 想不到 我每天開車回家 經過新店安康路 就看到有一個牌子 我每次看到那牌子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要不要去看一下 結果我沒有去拜訪 現在這個主人來到現場 陳風險大師你好 主持人好 對 觀眾朋友大家好 因為我一直看到那個招牌 我想說這應該是一個 滿特別的地方 有一次還看到好像這個 朱立倫先生 對不對 那時候還是那個 S&G車 因為他有去參觀 陳先生的陳風險先生 他其實 他的最小是非常費力的 立文猜一下 費力喔 模型嗎 來 我們的這個陳大師 他從事這個工作已經